哈囉 安安大明星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Semi 張宇農 最近發行了我的單曲三部曲 然後其實從很久之前就很想要屬於自己的 個人的歌唱作品 然後終於哇 等到了 然後很開心 然後這一次的三首單曲我也參與了作詞 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不同的我 是第一次跟老師合作 就是劉瑋德老師也是我的老闆 然後就是在年初的時候 我簽到了上層娛樂 簽給了這個老闆 然後就共同跟他討論很多我們喜歡的曲風 然後做了這些歌 老闆今天製作人這樣跟他合作壓力有關很大的嗎 其實壓力真的蠻大的 因為我的老闆就是音樂製作人 所以在每一次錄音啊 我們都要錄的每個字都非常的完美 然後寫詞的部分就是老師也會去幫我看很多地方 他覺得哪裡不行 我就會一直回去修改很多的版本 然後改到我們都覺得很完美 才會送出去 我覺得我算是從小就有歌手夢欸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從兩三歲的時候就很喜歡唱歌 就那時候小時候就會跟著阿嬤一起唱台語歌 然後把阿嬤的床上做我的舞台這樣子 然後幼稚園到國小的時候就會約同學一起在班上唱歌 我覺得我是從小時候就有歌手夢的 我自己就是徐懷鈺的粉絲啦 因為我國小的時候就非常喜歡聽Yuki姐姐的歌 然後每天下課就會拿著他的卡帶 然後去班上前面播那個卡帶然後唱 然後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們那時候運動會還有跳天使這首歌 然後那時候就每一首歌都會唱 然後我的對我好去MIRIGHT這首歌跟凡谷合作 是因為我跟凡凡是高中時期的同學 然後所以跟他們就是有些認識 然後他們就力挺我 然後我拍這首歌的MV 然後過程也很好玩 就是邊玩邊拍 然後這一次MV裡面你就看到有酷炫有瑋克 然後你沒有看到孫生 對 所以這三位呢到底哪一位才是你意想中的選人 你說這三個男生哪一個是我意想中的選人 哇好難選喔 怎麼辦大家覺得我要選哪一個 這真的要選的話 選誰都不太對 一定要選一個嗎 也可以重缺 重缺不行 重缺 嗯 真的有點難選耶 不然選酷炫好了 雖然他們三個都蠻幽默的 我喜歡幽默的男生 很想耶 就是希望可以跟雅倫哥合作歌曲這樣子 或者是一起演戲也不錯啊 有耶 其實一直都蠻想要演戲的 只是因為也沒有什麼機會這樣子 然後 希望之後吧 如果可以從一些小角色開始學起的話 可以試試看 我比較喜歡看哪一類型的戲劇喔 忘了我 其實都會看耶 就是那種極數很長的那種古裝劇啊 或是那種比較戲劇的 或是那種國外的 最近看那個安眠書店 就是比較變態的劇情 就是看了我真的是會一直按暫停 因為太恐怖了 但是我還是把它看完了 那有沒有想說考慮以後 可能會演這方面的角色 變態方面的角色嗎 嗯 好像可以喔 因為我發現我蠻喜歡那種 懸疑的片 比如說逃出絕命陣啊 還有那個他來了請閉眼 是一個陸劇 然後他也是那種殺人 殺人魔的那種劇情 我覺得還不錯耶 好像可以演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選一個副業的話 我應該就會從飲料店開始吧 因為飲料店感覺是最入門款的 就是比較簡單的那種 好像飲料店可以 可是這次發片的感覺 你整個身體上都比之前看起來 又更牽收啊 又更健康 你平常有喝飲料的習慣嗎 我平常很愛喝飲料啊 我就是每天都要喝奶茶 喝咖啡的那種 但是我覺得就是不要吃珍珠吧 因為我大學時期是 每天上課都會帶一杯珍珠奶茶 這珍珠真的很容易囤積在肚子裡面 所以小數會變得很大 不要吃珍珠的話會好很多 未來的目標應該就是 在創作上的話希望可以連曲一起 然後完整的創作一首歌 詞曲一起 然後希望年底就是有一張專輯 兩位可以開演唱會跟大家見面 有其實從比賽到現在五年了 然後有一群粉絲 就是從那時候一直默默的支持我 到現在現場活動他們還都是會來現場幫我舉板子 非常感謝他們就是一直在我身邊 幫我加油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我可能就會爭不下去了 沒有了 其實謝謝你們 我發行了我的單曲三部曲 有輕快的對我好 還有書琴R&B曲風的附出的估計 還有最新的是比較勵志充滿希望的翅膀 三首都是不同的曲風 也是屬於我自己不同的故事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